大家好 我在差不多一个月前 应该还没有一个月啊 买了四颗兰花 其中有一颗是虎美兰 我当时还有做过视频的 这个虎美兰 我当时介绍它的时候 说它长了一条好像是根 又好像发芽 那它现在长了出来 是发芽 另外的一面呢 又多长了一个 同时间长出来的 两个花梗 有几十个花苞啊 长得很快啊 还没有到一个月 我估计是因为我现在 这边的天气非常的好 光照也好 温度也好 所以它长得很快 我在它的表面呢 还加了一些水苔 因为怕它太干 另外的两颗呢 在这里 都长得很好啊 在这里面呢 有小小的木炭 我现在用木炭 拌水培 根都长得很好啊 这颗就在水培里面 还长了两个花梗 已经有花苞了 真的长得好快啊 这几颗 光照温度 开了很久了 现在还开得好好 甜蜜蜜 一摆在这边呢 就光照太强了 所以它的叶片 都长得比较偏白 这颗我就不需要多说了 我在好多视频里面 都有介绍过它 它开了有六七个月啊 这颗是水培的 一般水培的 南花开发的时间 都比较久 经常都有男友问我 我用了什么肥料 其实用什么肥料都没关系 不管你用了什么牌子的肥料 你要提供它需要的光照 跟它需要的温度 南花就一定会长得好 要南花长得好 你一定要注意 它需要的光照 跟它需要的温度 肥料是排在光照 跟温度的后面 能提供它需要的光照 跟温度 再加上它需要的肥料 南花就一定会长得好 再种起来就四半功倍 请不吝点赞 继续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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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